我最近研发了一款装置 PADLE转换器之 已旧换新 跟你们说 这个东西很牛逼了 我们先找到一个你已经玩到不想再玩的PADLE 然后把它放在手里 穿过这个转换器 它就会变成一个全新的 PADLE 等一下失误 失误 这个是魔晶针了 这个我之前玩过 什么情况 咦 这下对了 我变出来的这个PADLE叫做魔晶纹 它在魔晶最高的6星难度中依然能够排到潜力 算是最难魔晶之一了 赚到了赚到了 兄弟妹 不知道我们可以解了好吗 别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来解它 现在看一下这个PADLE 感觉上应该是有三个环 做法应该就是要把它给解开 然后再给它装回去 有没有看到 它可以变形 然后又可以变回这样 这样去找一个规律 先让它这样竖起来 我有一个环好像有点解脱了 你看这块 这个环 不知道怎么变 我就拉出来了 像这种地方肯定是要通过旋转 有个东西这样可以这样子转过去 其实我觉得这个逻辑点是比较简单的 就这三个东西 其实它的结构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所以这块地方是很重要的 通过类似马蹄锁那种结构 当两个这种液 在这块地方相交的时候 它应该就可以解开 应该是这个逻辑 撬门在什么地方呢 就它这个很变态很复杂 我都不知道这个PADLE该怎么讲解 这个环的这个小环里面卡着两个这个环 然后另外这两个环都是大环 就这个小环 这个大环 这样一个螺域 我应该让其中一个大环先出来 可是我感觉解这个好像毫无头绪 刚才解的我实在太困了 瞇了一会儿 先继续 刚才的点是在于 这个小环外面套了两个大环 诶 有没有发现 我现在三个小环都解放了 有没有看到 这个小环里没东西 这个小环里没东西 这个小环里也没东西 我是怎么搞的 误打误撞 就是让它不断的去走这个部分 然后可能走着走着 刚才一会儿这个小环我就出来 这样走出来之后 我觉得应该是就快要搞定了吧 不是 这个真的有点难 这个好难啊 因为它这里的好多这种凸刺 就把这个事情变得复杂了很多 不行啊 这个也不行 这东西太复杂了吧 它思考的点在什么地方 我满满的无奈我现在是 我这一阵旋转把我搞懵了 诶 现在突然变成这两个小环扣在了一只 这Т子 哇 看到没 怎么搞出来的 这个彈 然后应该就很简单了吧 那是怎么放回去啊 我哭了 我真的哭了 一个小时12分钟 我把它解开了 但现在把它放回去 我知道这两个是要先回去的 完了我忘记掉了前面 这个应该放到哪呢 装不回去了 它们两个怎么就这样绕在一起 唉 20分钟后 嗯 好吧 装不回去了 我先吃个午饭 我先吃午饭 再试一下 好吧 6分钟后 OK 现在是晚上6点半了 然后我研究了一个下午 各种尝试 还是没有给它复原 所以我大概5点钟的时候 我去找了一下功率 我才发现 原来有一种非常非常简单的解法 现在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三个环呢 它上面是有字母的 比如说 比如这个环 首字母是H 我们把它放在最左边 然后这个环 首字母是V 放在中间 还有一个环 首字母是A 我们放在最右边 我们先拿V环和A环 很简单通过这样的方式 放在一起 然后以这个V环为中间环 再把H环同样的方式给插进去 这个时候 拿起两边的环 也就是A环和H环 先转过来 然后拿到A环 我们把A环的这个东西 穿到这里 看到没 这样子 穿过来 穿过来 然后 很神奇 往上一推 看到没 就构成了我上午的结构 就这个小环都是空的 一二三 三个小环都是空的 然后大环被交错在了一起 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找到这个A环 A在这里 A的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A的这个地方有个小缺口 看到没 这里有个小缺口 我们把A环的这个 去套到H环的小环里 就是利用这个缺口 你看 一转 OK 它就进去了 看到没 它就进去了 这两个环都进入了这个H环的小环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再找到这个V环 这里有一个环状的一个鞋的大缺口 我们把这个大缺口 再套到这个A环的这个小环里 这样子 套进去了 然后接下来是关键点 我们先把这个A环的这个部分 给它拿上来 拿到这一圈 之后翻到这儿 看 翻到这儿 把这一块往里推 推到这个环以内 然后咱们再把这一块 让它穿越这个环 进去 这里我真的是研究了好久 我才发现它的点 看到没 看到 看这个地方 看到没 把这个往里推 在这儿了 然后把这个 让这个 这样子进来 OK 看到没 成这个形状了 然后 就搞定了 应该留气步吧 是不是很简单 你放屁 这个纹 说实话 我觉得它的颜值是非常高的 它有一种莫名的艺术感 你懂吗 就是它可以变成一个立体的图形 然后动一动之后又变成这样 这样的一个东西 正确解法来讲 说实话我觉得有点难以想到 但是我的逻辑差不多是对的 就是要像马蹄索 以及我之前玩过的 那个磨巾三角链一样 通过这样的环 去移开 然后不断的去旋转 就把它解出来 一直尝试把它复原的时候 那几个小时 哇 真的我很崩溃 我真的很想砸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说它是最难的磨巾之一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真的非常值得一试 好了 那本期视频到这就差不多结束了 这里是GM的VVGD 我是GM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最后还要说明一下 接下来的一个半月左右 我的更新可能会 因为我正在筹划一件大事情 大制作 嗯?